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浪潮中众多的高官落马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联盟会持续吗 王岐山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今天我们来分析这个话题 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中国著名作家 时政评论人士傅振川先生 下面有请傅振川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傅先生 我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如何评价习王反腐 习王反腐的联盟会持续吗 这个习王反腐 他首先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就说是我这一条线上的人 就即便再贪再负 他也不会去反的 但是不是他这条线上的人 如果说就是说他 而且呢是跟他的意见相左 甚至反对他的这些人 那么他就借着这个反腐的名义 把他给就是抓起来啊 法办啊 他是采用的是这种方法 一句话就是清除异己 在这点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点 就我了解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 好像是在2010年吧 在这个重庆 当时这个唱红打黑 这个薄熙来跟王立军 在那点那个唱红打黑 就是弄的是特别的红火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时的是 好像是一个重庆底的一个区的区长 这一点我不会记错 他当时是区长 雷正复 这个人叫雷正复 他呢就是跟这个赵洪霞呀 就是发生了两性关系 并且被呢 这个赵洪霞的老板 把他全程录了相 这个 录了相以后 就是说 敲诈他这个三百万人民币 这时候这个雷正复呢 就通过这个自己下属的一个单位 把这个三百万人民币 打给这个赵洪霞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这些人继续敲诈 这个时候呢 雷正复没有办法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我 亲口告诉这个薄熙来了 薄熙来呢 就是把这件事 就是给摁下来了 他叫王立军呢 把那些人全部给抓起来 事后呢 就是说这个 雷正复呢 不但没有被法办 相反的 他倒由这个区长 升到这个区委书役 了解官场情况的人都知道 由区长升到这个区委书役 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他就说 因为这件事 不但没有受到制裁 反而官升一级 由这点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薄熙来啊 利用这件事 把这个人 输归自己这条线的人了 就说 现在看这西方反腐的 也是同样道理 比如说 一些红二代 还有一些 他自己的人 依然也是贪腐的 但是他不会去制裁 不会去反弹 他所办的那些人 全部都是 一句话 就是清除异底 这个王岐山啊 这个反腐以来 就说 他当时这个王岐山啊 是在这个七个常委里啊 排第六号 当时大家的习惯用语 都说是习礼心政 习礼心政 就是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 自从这个王岐山反腐以后 他呢 就红透 半边天 自己的地位也是如日中天 这时候 大家的说法就 改变了 由 习礼心政 改成了 习王心政 就说他的地位啊 一下就超过了 李克强 在这个 他最红 红的发紫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断言 我说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仕途啊 已经走到了顶峰 接下来啊 他不会是慢慢的陨落 而是会急速的跌入这个谷底 或者死于非命 或者就去宗人府 就是咱们大家平常说的 秦城监狱 我为什么就说下这个段子 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 凡是来俊臣市的人物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古今中外 谁都没有例外过 这个来俊臣啊 是这个唐朝时期 武则天 那个年代的一个著名的酷吏 他呢就是专门啊 就是涅造罪名啊 把很多的人啊 抓进监狱 年轻好打 实行这个酷刑 最后把人就说致死 这个来俊臣就说 他杀的这些大臣宗使 这些成员啊 就说的不下这个几千人 后来呢 这个来俊臣啊 就说 越来越膨胀 最后他就说 想办 这些武士的这些 王爷 甚至他想办这个太平公主 最后呢 被这个武士的王爷 和这个太平公主啊 联手把他就说告下来了 最终呢 被这个武则天下令 也处死了 这件事情啊 发生在这个 一千三百年前 呃发生在古代 再看现在呢 就说呃 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在这个近代 又发生了一次 莱俊臣事件 这个莱俊臣呢 就是当时的重庆的 公安局局长 呃 副市长 王立军 王立军当时 在东北铁岭 铁岭任公安局局长 呃 他的这个职位 应该就是一个正处吧 顶多也就是一个 正处 这时候 这个 薄熙来 为了就是说 这个营到这个唱风打黑 这么一个声势 把王立军 由 东北铁岭 调到这个 重庆市 任这个 最开始执政的是 公安局副市长 这官位升的是非常快 以后呢 没有一两年的时间 就成为公安局的正局长 公安局的党委书记 最后就升到这个 重庆市的副市长 但是他这个职位 已经是 副省部级的这么一个职位 当时这个唱功打黑 呃 也是 红透半边天的时候 呃 我呢 也是想 这个人的 仕途 已经走到顶点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说 因为 在这个官场上 官场上有官场的规矩 这种规矩啊 不是说 共产党执政以来形成的 这种官场的规矩啊 是从历史上就形成的 这些官员呢 就说 老百姓的 呃 话就说官官相互啊 呃 就是当官的 向着当官的呀 都是这样来说 而在官场上呢 就说 你不可以咬群 你不可以做这个 害群之马啊 哎 你要是 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的 这样来 处事 办 办理事 这说你要是 一味的 让这些官员的日子不好过 让这些官员 整天提心吊胆的 这些官员呢 就是 容不下 一句话就 就是在官场上 你就不能再生存 他非要找各种的理由 各种的借口 把你清除出去 所以我呢 就是从这个 呃 就从这一点来说 就是说 我当时就判断 就是这个王岐山 还有这个王立军 他们的下场 都不会好 哎 就是最后呢 就是这个 王立军呢 就是应了我那句话 呃 他好像是在2012年吧 春天 就是化妆成一个 老年妇女 开着车 到了这个 成都 呃 美国总领事馆 这样呢 他就叛逃了 这个事情 由此发作出来以后呢 也导致这个 薄熙来 呃下马 呃 被双规 以至最后被判刑 呃 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傅先生 傅先生 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啊 呃 王岐山的反腐是一件好事 这种官不了身啊 是因为他们贪腐 贪腐是 是坏事吗 您为什么认为 他的结局会是一个不好的结局呢 这个以前讲啊 嗯 嗯 有一句话叫民不聊生 现在自从这个王岐山啊 就是一个 反腐以来 实际上的官场已经弄得是官不了生了 呃 比如说出去开会 尤其是接到电话 呃 就是说从家里去到工作单位去开会 我开一个什么常委会啊 就有个会纳会啊 就是说他都提心掉的 因为他不知道我这次去开会 到了会场 是不是就会被抓住 会不会还像以往那样 呃 能够回到家里和老孩子相聚 因为一旦被抓起来啊 这个就造成这个 妻离子散 现在这个 从这个 这些反腐之后 就是说官方公布的数字 当然我们只能作为参考 可能全部相信 从这些事例来看 像什么周永康啊 令计划啊 郭伯雄啊 徐才厚啊 从这个富国级一直往下 有很多很多的官员 全被清洗掉了 这些官员被清洗掉以后 就是立刻你的家庭啊 个人的这些遭遇啊 就跟以前啊 就是水火两层 两层天了 这个 大家都知道 自从这个709 大规模抓捕律师以后 大家呢 这个新闻焦点 都聚焦在这个 指定 居所 监视居住 聚焦在这个酷刑上 其实大家 有些知道 有些不知道 就是这个 双规 同样是指定 居所 同样是指定 居所 监视居住 同样是酷刑 而且他采用的这种酷刑啊 并不比 709 说的 更温柔 一样也是严酷的 比如说 几天几夜 不让你睡一觉 毒打 各种的威胁 密诱 这些都是存在 如果说它不存在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解释 众多的官员 在双规以后 趁着监管人员不注意 跳到楼了 或者 就是采用其他的方法 就是自杀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这种情况 这个官员这个 现在这个是 官不聊生啊 还表现在啊 就说他这个 大家都不在干事情 你比如说我接触过的一个 也是一个公安的高层 他呢就负责这个 探头的这些 就是这个摄像的这些 这些工厂 这些项目 自从这个繁复以后 他呢这些这个 再设置探头 这些 监视系统的时候 有的一些监视系统啊 就比我们知道的探头 要高级的多 先进的多 可是他这个时候也是压着不办 就不去把这些监控系统 给他建立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一旦这个 建立这些 这个监视系统的话 就必然的会 别人呢就怀疑你 你是不是从中吃了多少多少回扣啊 你是不是得了多少多少好处啊 就说宁可啊 就是少一事 多一事 因为你要这个事情干多了 就有可能给人家落下把柄 呃 就是从而啊 就是让你啊 就说的 被这个双规啊 被这个抓起来啊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 呃 我了解的官员 就是能不干事 就是尽量不干事 呃 能少干一件事 就少干一件事 大家都形成一种 代工的状态 这个反腐啊 首先 呃 就是说这个出现来进城市的人物啊 呃 他都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 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啊 就是啊 一个皇帝刚刚上任 或者一个专制的独裁者啊 他刚刚接任 这个时候他根基是不牢固的 他必须要 呃 利用啊 自己手中的权力 去清洗啊 呃 自己的政治对手 清除这个异己 从而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让人人自危 人人害怕 第二个就是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通过这两个手段呢 达到 巩固自己 地位 这样一个目的 可是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 这个莱俊臣市的人物 就说他得用这个 他必须要用这样一个莱俊臣市的人物 用完了以后 就在官场上啊 形成了一种 普遍的怨气 怒气 对这个莱俊臣市的人物啊 就是 人人啊 就是恨之入骨 就恨不得啊 就是当时就把你给撕碎了 嚼碎了 这样的 就说 呃 大家这个 就是观察普遍形成一种怨气 一种怒气 在这个时候 这个当政者啊 就必须要考虑 把这个莱俊臣市的人物给他拿掉 啊 或者给他 呃 送入监狱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不可能再让他 在官场继续的待下去 尤其是不可能 再让他手中再握有权力 而且这个莱俊臣市人物啊 就说 经过一段 这个繁复以后啊 他就有一种 功高盖主 就想自己啊 发展自己的势力 发展自己的人 这样一种那个什么 就是说 当政者也 也害怕 取而代之 所以呢 呃 最后 这个 对待这些 莱俊臣市人物啊 呃 呃 都是一种 临时的枪 呃 当枪使 使完了以后 必须要丢掉 从这个 王岐山现在 这种处病来看 呃 我的看法是 他不可能 在十八 十九大之前 呃 遭到清洗 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 我了解的情况 是全力 要保这个 十九大的顺利召开 因为这个十九大 你只有 把这个会 顺顺当当的 开下来 你才能 就是说 再干一切 确认你的 总书记 这么一个地位 这个时候 要是把这个 王岐山拿掉的话 就等于是 自己 切断自己的 右臂 这个 一旦要是 自己切断 自己的右臂 就说 对官场 是一个震动 另外呢 对你的 个人的 威信啊 也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从这个 近代来看 毛泽东 他在这个 六六年 八月十八日 接见 红卫兵的时候 他的这个 个人威望 达到了 达到了 一种顶峰 可是 在这个 仅仅过了六年 在这个 七一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 九一三事件 当时林彪 坐着这个三叉戟 据说是要叛逃到苏联 还有的说是要 往其他的地方跑 这个 就说 毛泽东 在这个 九一三事件之前 从他的身体状况来看 他的瘦处 就说 最起码最起码 还能活个十年八年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自从这个 九一三 林彪 叛逃事件 出现之后 那么这个 毛泽东 个人 就一蹶不振 就说 他的身体状况啊 还有一些 这个 在这个 观察的政治威望啊 都是急速的下降 有一个势力 比较能说明问题 就说 林彪死的 那一年的 过春节的 三十万以上 他的手下人 好像是 张玉芬 提议 就说 咱们是不是 放点鞭炮啊 区区 这个 晦气啊 没想到 这个毛泽东 就答应下来了 这次放鞭炮呢 就说 从这个 中南海 这个 皇家园林 这个整个 这个院落 来看 在四九年之后 一直到 七一年 1971年 以前 是从来 没有放过鞭炮 在这之后 好像也没有 放过鞭炮 就利用一种啊 民间的说法 放鞭炮去 去晦气 这样一种方法 来这个什么 就 由此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当时 是 非常的 就说的 比较 就是比较那什么吧 自己的一个副手 那个时候 被自己一手 推的那么高 现在呢 一下就是 叛变自己了 就是说 他这个威望 下降的非常快 他的身体状况 也是下降非常快 到了七六年 他就死亡了 观众朋友们 刚才傅审川先生 通过历史的经验 分析了 王岐山未来的命运 他告诉我们 像莱俊成这样的酷力 是没有好的结果 同时呢 他也分析了 习近平的反腐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 而是通过反腐 去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 他与依法治国 与依据法律程序的反腐 是有天壤之别的 习王联盟的反腐 会走向何方 我们将持续的关注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傅审川先生 未经许可不得iin 他也感谢您的支持 您的报告